角色我中的载具内在能量分为生化能、以太能、神魂能 三种能量分别激活不同的多重自我 生化能来自饮食,维持着肉身的代谢平衡 以太能来自本位面上的显化规则,维持着身心的魄力稳固 在东方又叫做地气,在道家被叫做千虎 神魂能来自异世界的高维,是全我人格与虚空本体散发出的能量 这能量被叫做生命力、宇宙能、龙拱 是维持人格意识焦点投射聚焦的那股能量 如果聚焦失败,人就掉魂了 身体载具可以正常运作,内在自我也可正常运作 就是人很不灵光,恍惚得很 如果以太能出问题,体魄就失去作用 内在自动生理调节能力丧失或降低 身体还能正常运作,神魂也亦是清醒 但身子却无法被使用 如果生化能出现问题,入大于出 就会形成过往的拥堵,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就好像不断地往高温的炉子里添加汽油和煤炭 内压爆表,冷却失灵,却还不肯罢手 如果入小于出,就会消瘦,寒冷,无力,眩晕,没有血色 导致入不敷出的原因,或饥荒,或长期偏食含量属性的蔬果 导致身体被含量偏性所伤 这结果往往是人很清明 但身体却早早地就垮掉了 每个人自身的能量管道与蓄能能力各自不同 能量管道犹如蹒跚小径,利于能量往来流转 如果遭遇认知失衡或情志阻碍 这路径堵了,亦或成了乱麻迷宫死穴 那就像血管堵塞或静脉曲张般成为肉眼看不见的大问题 而这类问题,用化学药物或植物药物治疗都收效甚微 只能缓解症状 能量脉管的堵塞也可利用修行或竖法拓宽与疏通 让能量重新流动起来 并且单位时间内流通的能量峰值更高 就好像过去的手机使用16个小时就要充电8小时 而现在充电半小时可使用36小时一样 其实除了用手机底部的充电口使用电线充能 还可以用无线充能方式 这样的充能方式其实更快捷方便 不过充能快慢,能量流转的顺畅程度 内在储能能力的大小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内在无形领域 如果把自身储能能力理解成手机的内置电池 会很好理解 你有几块电池 每块电池最大储能当量 每块电池最快充电速度 决定了你可以使用各种超自然神通的能力大小 越是匪夷所思的高维意识连接 所需的能量越多且能压频率越高 自身平日,你需准备的常备能量当量 要时刻保持在良好状态 不过也有通轨的鬼修 这类修式无法与高维连接 却与滞留灵形成意识连接 也有一些神通消息 但消息多偏执和利己 认知也只局限在线性因果论和本位面伪装层中 因为滞留灵需要生命能 维持其在本位面的持续存在 鬼修需要用自己的能量滋养它 会用那些贪财好利的信徒之生命滋养它